美聯儲主席 Jerome Powell 週四表示 儘管近期通脹有所降溫但仍然過高 可能需要降低經濟增長速度而實現2%的通脹目標 他強調美聯儲將堅定地執行其偵測 並未表示有提高利率傾向 儘管通脹仍高於目標但月增速而放緩 年增速而從2022年6月的9%以上降至3.7% 他表示最近的數據顯示 在實現最大就業和穩定價格方面已取得進步 Pow指出可能需要一段低於趨勢的經濟增長 和勞動力市場狀況的進一步軟化 才能實現2%的通脹目標